当妈妈没有回来时 请极力保持清醒 不要相信家里的那个女人 小七将脑子里的杂念排除 请极力保持清醒 这是贯穿整个规则最重要的一个点 若是思绪陷入了混乱 很有可能引起更严重的事情发生 而在纸条的提示中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 她的能力会被渐渐加强 那个女人屋子里杂乱的声音 夜晚的敲门声 这些看似距离自己很远的东西 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到来 就在这时 一道提示浮现在自己的眼前 隐藏提示一 规则所做的一切 是想误导你 请时刻保持清醒 隐藏提示二 不要相信夜间所看到的一切 隐藏提示三 请确定时间 无论何时何地 小七微微愣神 在天选者降临规则世界的一刻 会有一道通关的提示 它是唯一确定的正确提示 这个提示也是金色的 这样一来就能确定不少信息了 小七面色淡然 品尝着妈妈所准备的早餐 打开电视 小七的眼角 贴过一眼客厅的镜子 这才一边看这个世界的节目 一边品尝着早点 虽说是与现实违背的规则世界 但说到底 也是经过现实世界 而模拟出来的镜面世界 通过镜面与现实的融合 从而入侵现实 现在时间 早上十一点 天气晴朗 田村二郎却并不知晓 在他精神放松的一刻 屋子里的他 已经开始误导自尽了 冰箱内的食物 可以接散时间 很显然 这是妈妈所留下的正确提示 只是 在电视播报声响起的一刻 田村二郎已经忘记了 同一件事的提示 只有一个是真的 此时电视中的女人 是她 现在的时间 是早上十一点 但我知道 不应该是早餐吗 田村二郎握着面包的手 停滞在半空 在他的潜意识中 两个关于时间的提示 在脑海中打转 冰箱中的食物 能确定时间 现在的时间 是早上十一点 该死 田村二郎下出了一身冷汗 连忙将电视机关上 差点让他这个行业内 永宁的侦探被误导了 若不是手中的面包 他很有可能会忘记正确的时间 不过 田村二郎并不知道的是 其实他 已经忘记正确的时间了 冰箱中的食物 能确定时间 但在天选者到来之前 冰箱中的早餐和午餐 都被屋子的原主人吃了 也就是说 他昨天中午吃的 其实是晚餐 而现在手中的 其实是今天正午的午餐 但偏偏就是电视中 这不起眼的一句提示 让他陷入了误区 不要相信屋子里的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不只是会出现在房间里 也能依托在物体上 而客厅那神奇的镜子 能看到他的出现 很显然 田村二郎并没有在打开电视之前 看一眼镜子